1984年阿富汗,两辆八手小皮卡一路尘土飞亚,开往一处武装分子控制的村落,皮卡进村缓缓停车,车上双手被捆绑的大胡子叔叔,名叫阿里姆,阿里姆走向这名主着木棍的老爷子,两人认识互相打了招呼,我们这次是路过村子补给点水,然后继续上路,但说话间阿里姆微微地卷起手腕,露出了被捆绑后留下的痕迹,这细微的动作立即引起了对方注意,下一刻瘸腿老爷子转身洋装离开,却突然喊道,正如老爷子所说, 皮卡车上几人除了阿里姆之外,都是来自苏军第71侦察营的战士,小队这次乔装打扮,就是要营救队友图卢耶夫,几名看守很快被苏军放翻,村子不大就解惑人家,他们分散开来逐个搜索,菲迪亚进屋后看到三人,似乎在进行着某种仪式,搜索一番没有异常,就在他转身时突然听到动静,一锁子扫倒了三人,他和听到枪声赶来的队友上前查看,三人中有两人是武装分子伪装,但中间这名女子却成了枪下� 突然出现的小男孩差点让队友的枪走火,他或许是地上女人的儿子,对于米尔扎还在屋内发现了不少稀缺的药品,这些都是从黑市流出来的,米尔扎在一搜索,还从床下埋着的大缸内找到了队友图卢耶夫,这家伙被当做咸菜,在大缸里窝了好几天了,这次任务基本顺利,但就在收队准备离开之时,突然碰的一枪图卢耶夫背部重弹,开枪的正是刚才那个小男孩,如果不是没了子弹,估计倒下的人还会更多,而小男孩那种仇视坚 确定的目光,却在费迪亚灵魂深处,留下了深深的烙印,或许那一枪打地应该是他,图卢耶夫背部重弹,在途中做了简单的酒精消毒处理后,也幸亏小伙子提个棒棒棒,虽然经历了一路颠簸,但图卢耶夫还是活着撑到了营地医院,手术很顺利,可医生康顶司机说,现在医院没有抗生素,这小伙子还是会死于败血症,听到这女护士伊林娜立即去办公室,电话联系后方总部,马上用直升机送抗生素过来,可对方说至少 需要三个小时,听说需要药品,费迪亚立即带着伊林娜去外面的皮卡车,刚才任务中他们发现了不少药品,一波三折图卢耶夫的命算是宝座,但这一幕却引起了主导医生康迪斯基的注意,下面麻烦就来了,在伊利亚下班走后,康迪斯基偷花了对方口袋中的药品,就在第二天,特殊部门就找到了伊林娜,也正是伊林娜口袋中的药品,让她被扣上了倒卖药品的罪名,伊林娜被带走的一幕,让费迪亚瞅见,同时她也看见了,一� 犯个案关火的主导医生康迪斯基,作为一名老牌侦察员,费迪亚预感这家伙绝对有问题,就在当日下班,费迪亚悄悄地跟踪了这家伙,在距离医院不远的一处偏僻厂区,康迪斯基与一名摩托载暗中交易,他们用的还是美金,就在交易完成后,突然出现了一辆小机扑拦住了摩托载,里边的医生见识不妙掉头就跑,不过在跑了八公里后,还是被费迪亚人赃巨火,逮了个正着,医生狼当入于伊林 伊林乃无罪释放,作为感谢,伊林乃买了一袋水果送给了费迪亚,或许是太久没有和女人说话,这个壮硕的汉子竟然脸红结巴,当然不只是水果,还有一顿晚餐和晚餐后的小游戏,上面内容是本剧的第一条故事线,下面是本剧第二条主线剧情,前面的营救任务,是由情报部长弗奥多尔开绿灯方才高效执行,当得知任务成功之后,弗奥多尔就火急火燎地回到了莫斯科,这次回来是因为私事,就在几天前,妻子一个电话打到阿富汗, 儿子米迪亚留下一张纸条便离家出走,事情的起因还是因为米迪亚的女友安雅,因为证件立场不同,安雅的父母带着女儿移居美利坚,米迪亚与安雅亲为竹马,便留下纸条去找安雅,弗奥多尔这次被妻子召回,就是来处理此事,米迪亚先是通过一个名叫拉美西斯的接流子,独自一人来到了格鲁吉亚,以拉美西斯的名义联系到舌头哈利克,原本说好的2000大洋就能偷渡到美利坚,但到了地方哈利克却说必须要大洋三千,现在的话语权完全 在对方手中,这突然涨价虽然很不地道,但米迪亚也只能认了,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,哈利克又转手以800块的价格,让哈维查兄弟二人,将那个小子带进深山做掉,但800大洋有点太少,可就在三人讨价还价的时候,突然杀出一只特种小队,这只小队就是米迪亚的老爹托关系派来的,情报部长想要找回离家出走的儿子,这件事认真办起来还是比较简单,但让福奥多尔闹心的是,他能管得住手下那么多人,却管不住这个一怒为红颜的儿子, 现在是苏美冷战关键时刻,他的儿子还是军事学校的学员,未来的苏联军官,如果偷渡去了美利坚,那后果不止于他失去了一个儿子,很有可能上升到政治层次,米迪亚也知道,难以逃出老爹的手心,便乖乖地回到了学校,但进校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干架,对方也是昔日情敌,刚才言语间提到了安亚不是他的菜,干架的后果就是一个月禁闭,就在米迪亚禁闭期间,去了美利坚的安亚生活的还算顺利,并且在一个傲然的机会, 认识了摄影师查尔斯,查尔斯对安亚的摄影作品大家赞赏,并且提出以对方的水平完全可以举行个人摄影展,这让安亚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,殊不知一场早有预谋的计划正在展开, 而在美利坚的安亚,就是这场阴谋的切入点,俄罗斯战争距穆哈巴特行动,第一期内容到此为止,本局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拖泥带水,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,接上期内容,1984年阿富汗潘杰西尔谷,阿富汗战争十年, 潘杰西尔山谷一直是最激烈,最血腥的战场,被称为死亡山谷,这几人是运输队的前哨探路者,他们在确定沿路安全后,一直均用水壶顺和而向,在下游有人专门负责查看水壶,在没有无线电的地方,这水壶就是最便捷的通信方式,拿到水壶前方安全,一直有二十几头毛驴组成的运输队开始前几,阿富汗毛驴个头不大却负重多, 还具有抗高寒耐力强等优点,一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棒的毛驴,其实从一开始,这支毛驴运输队,便被俗军第七十一侦察连盯上了,他们只是在等对方进入最佳的伏击点,就在一个上坡路段,上尉费迪亚下令,上菜了,这一战毫无悬念,俗军占据有力地势居高临下,战斗不到五分钟便结束了,小队接到命令,迅速清理战场在十分钟内撤离,毕竟这条山谷内,还有这近万名武装分子,在清理战场时,费迪亚发现 一位老熟人,他昔日的战友米什卡,而米什卡就是这支毛驴运输队的队长,这一点让费迪亚万万没有想到,两人在军校时曾是好机友,在一次打抱不平痛走调戏妇女的小混混时,米什卡被对方捅了一刀,也是那次之后,米什卡因伤退伍,但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,如果自己带米什卡回去,那这昔日哥们的下场也只有一个,单是一个叛国罪叫吃花生米,从本性出发,费迪亚放走了米什卡,但又不能太过明显,只好做出,对方突然跳河, 自己惊慌失措的样子,这种情况如果换作侍女,会不会选择放好哥们一条生命,但费迪亚的这个小动作,怎么能够瞒得了上面那些老油条,在挨了一顿严厉的训斥之后,费迪亚被开除军级前返回国,这对一个职业军人来说,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处罚,回到家妻子并没有责怪的,生活还得继续,费迪亚找了一份送货的工作,泄货的时候他猛然发现,箱子里装的竟然都是手雷,他条件反射般的匍匐窝倒,却没有听到爆炸的声 难有什么手雷,这些都是罐头食品,近20年的军旅生涯,突然要适应普通生活还有点困难,这一点当过兵的朋友或许能够体会,再看情报部长弗奥多尔的儿子米迪亚,虽然与尼奥分开已有几月,但思念之情却越发强烈,上期视频中这小子想要偷渡去美利坚,不料遇到人贩子差点把自己卖了,幸亏他老爹出手派出小路人,楼草打兔子,不但救出了儿子,环团灭了舌头团伙,有了上次教学后,这次米迪亚找到一名导游, 想拖对方的渠道,送一封信到纽约给女友安雅,但因为不知道安雅具体住址,对方骑出了20卢布,现在难度增加需要500卢布,要知道在1980年的时候,一卢布大概在100人民币,500卢布可不是个小书目,为了凑钱米迪亚将正版猫王唱片都卖了,钱凑高了信也发出去了,现在就是等,这一等就是一年,远在纽约的安雅收到了远方的来信,看来米迪亚这次找的导游还挺有契约精神,因为现在的特殊时期, 仍这一对情侣备受煎熬,但同时高兴的还有安雅的新朋友格里斯,格里斯是一名国际记者,经常在海外跑来跑去,当得知安雅又与米迪亚取得联系后,他邀请安雅做自己的专业摄影师,下一趟他们要去阿富汗做战地采访报道,此时的米迪亚已经毕业,当得知安雅去了阿富汗时,米迪亚专门找了一个调查,发生在阿富汗的军方事件,为此他的顶头上次还找到领导,说这是中将福奥多尔的宝贝疙瘩,送去阿富汗如果出了事情 怎么办,没有战场才能真正的锻炼军人,福奥多尔说服妻子,这不只是锻炼孩子,还是他作为军人的义务,而他正好借这个机会,找到了被开除军级的贝迪亚,让贝迪亚一同前往,一来可以起到保护作用,最主要的是用这次任务为切入点,让贝迪亚恢复军级,得知丈夫又有远行,妻子来那虽有不舍,但还是支持丈夫,贝迪亚也看出了妻子的心思,便主动在走之前,给妻子留下点什么,这场以安雅为切入点, 即使等待了一年,还要继续的计划到底是什么,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,米迪亚和安雅只是暗中这场计划的小棋子,这些我们下期再看,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